迪士司機計分制星期日起生效 迪士司機如果濫收車費 拒載和兜路都會被判定額罰款或定罪 如果兩年內被記15分 就會被取消駕駛資格 我們記者在九龍塘的士站了解情況 有司機表示 新制度只會影響極少數害群之馬 其實會不會擔心有食 就濫報這個事? 有機會 都是做好自己 對…自己走得正軌一定不怕 又不是做了什麼違規的事 是否擔心有成份濫報呢? 我一向都遵守交通規矩 不會說挑出不會成的 明白…不得 其實政府有這個規矩好不好? 有時挺好的 好過的士這行有樹台招風 有的士司機難收的 不過有司機表示 擔心制度生效後 會有乘客特意搞事 更加容易與乘客發生爭執 變相增加司機工作壓力 另一方面 有乘客表示自己和身邊朋友搭的士時 絕大部分都有不愉快的經歷 認為新制度有一定程度 可以幫助的士業改善服務 亦都希望拒載和兜路的情況 可以越來越少